你们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说我幸福吗 很多人不满足的 其实已经很幸福了 还说不幸福 那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今天晚上坐在椅子上的人 对不对啊 很多人觉得椅子不大舒服吗 没觉得幸福 看看坐在地板上的人 他们很幸福 对不对啊 所以人的幸福观 那是不一样的 幸福 师父给你们举个简单例子 幸福比方说 你想吃一个馒头 你就得到了一个馒头 然后你很开心的吃下去了 这就是幸福 如果你只得到半个馒头 那脚不足 如果得到的更少 只有一点点 那叫匮乏 就是更少 如果你得到两个馒头 那叫富裕 如果你得到三个馒头 因为你吃不下了 那叫负担 所以得到更多的人间的利益 那叫累赘 幸福 幸福 幸福并不是越多越好啊 很多人说 多生点孩子啊 多幸福啊 一大堆烦恼啊 多一点钱 多好啊 最后被钱压死了 多一点老婆 多好啊 吓得你啊 皇上都命都没了 要记住 在人间够了 可以了 满足了 恰到好处 那就是叫真正的幸福 幸福并不是脸上的荣光和虚荣 而是内在的需要啊 所以幸福并不是给别人看的 有很多人 人家问他 你好吗 家里好啊 真好 哎呦 我的先生对我可好了 人家一回头 我曾经刚刚到澳洲的时候 到了一个很富有的人家家里 晚上他开party 就是开个聚会 结果呢 就是他家里的生日 那么我们去了 去了之后呢 哎呀 这个兵棚满座 那个时候呢 他的先生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呢 在一起 哎呦 当了这么多人 两个人还抱在一起 哎呦 大家都觉得 哎呦 真的很好 哎呀 达琳还叫一下 然后刚刚一回头啊 就是他先生刚刚一走啊 哪个酒走掉了 他冲着我们呢 因为我们都是他太太的朋友叫来的 他刚刚先生一走 他冲着我们说 全是假的 我都不知道 这个这个日子怎么过 所以幸福不在别人的眼中 而是在你自己的心中啊 你的幸福 记住一句话 师父的话 你们要好好记住 你自己拥有的幸福 如果你不答应 舍去 别人永远是抢不走的 我们只好 打掌 吧 饶 太太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